刘凯薇不再隐忍,坦诚,要不是这个原因,我也不会和杨幂离婚了,什么原因? 刘凯薇希望杨幂婚后能回归家庭,做一个全职嘱咐。 这对于一个在娱乐圈里得到名利,享受美光灯照耀的女心来说,是很难做到的,所以她们之间最后建行建员,直接分手了。 杨幂和刘凯薇在合作剧目时相识,两个人都互相有好感,但是刘凯薇是香港来内地发展的演员。 杨幂是内地的当红小花旦,相差的不仅是地狱,还有十二岁的距离。 作为一个从童星出道的女演员来说,杨幂的性格很坚强,也很倔强。 似乎拼搏实现价值,是她的最大人生目标,直到遇到了刘凯薇。 直到决定和她牵手一生,直到她们生下了爱的结晶小糯米。 杨幂都是因为爱情,向现实做出了妥协,付出了努力和真心。 但是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,尤其是以少女审美为主的演艺圈的,杨幂深知。 自己的艺术生命是很有限的,也许再过些年, 也会陷入无喜可怕的境地,面对得来不易的成功。 谁会舍得轻易松开手轻易去放弃呢?杨幂也不能。 所以当刘凯薇和杨幂商量,希望她能回家当一个全职主妇的时候, 这在杨幂听来,简直像一个笑话。 因为杨幂曾经和刘凯薇在日常相处中就是买东西都各买各的。 没有日常的那些分享和小的烟火日子的乐趣, 何况让她回归家庭去乡夫轿子了。 所以杨幂在自己公司也捧出了新人的前提下, 拒绝了刘凯薇的提议。 因为杨幂不仅要对自己的前途负责, 她开的公司,还先约了新人。 不可能把别人推出门去, 所以在回归家庭成为不可能后。 杨幂和刘凯薇都意识到她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 于是刘凯薇才在离婚几年后发生, 如果杨幂当初愿意回家,就不可能离婚。 其实这也是当代女性的困局, 一旦回归职场,家庭就会疏忽。 可是回归家庭,没有人生价值,又该何去何从呢? 刘凯薇和杨幂的婚姻尚且如此, 不知道更多人的婚姻会否有同样的困境。 二,王思聪前女友豆的儿竞照颜值回春,脸部却仍有充气感, 网友质疑其整容。 网红豆的儿最初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圈下了很多粉丝。 之后她与国民老公王思聪谈恋爱, 其知名度迅猛攀升。 不少网友认为豆的儿是王思聪后宫里唯仪的纯天然大美女。 她的长相清纯,五官精致,辨识度很高。 与那些千篇一律,毫无特色的网红脸差别很大。 豆的儿算是王思聪谈过最久的一任女友了, 很多网友以为她最终会成为王夫人, 然而没想到这段感情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好。 时过境迁, 这对曾经令许多网友意难评的国民情侣, 如今境遇也颇为让人唏嘘。 花花公子王思聪因为追求网红孙一宁失败导致人设翻车, 被拳网朝为贵族舔狗。 如今还被嫌弃为有女中年男, 以往的高资泰荡然无存。 曾经被赞誉为王思聪立任女友中最不忘红脸的豆的儿。 近年来也因为颜值变化太过惊人, 导致频频被质疑加入了整容大军。 豆的儿不久前直播时面部充气感十分明显, 脸颊和额头肿胀僵硬, 失去了从前的清纯水灵感。 颜值下跌太严重, 看起来油腻十足, 而且很老气。 离开了王思聪后, 豆的儿除了清纯美貌不在外, 她的事业也同样毫无起色。 无论是直播带货还是开网店做电商, 都没有掀起什么水花。 不过, 顶着王思聪前女友的头衔, 就算没有实际但豆的儿还是备受关注的。 7月5日, 豆的儿发美照并自称上海滩美女。 这些照片, 有豆的儿坐在豪车里的侧颜图, 也有她在餐厅里的正面图。 整体来看, 豆的儿的五官还是很精致的, 比梁高挺。 脸颊饱满圆润可爱, 同时又因为下巴肩笑显得很精致。 脸型是非常典型的淘心脸, 而且无论是餐厅里的照片, 还是豪车内的照片, 摄影角度都不错, 氛围感很好。 但是不知道是光线不同的问题, 还是PS没严格时没有统一。 豆的儿在豪车内的颜值和在餐厅里的颜值差距挺大的。 豆的儿坐在豪车里的对脸罩, 可能是打光不好, 脸颊反光很明显。 显得脸更加肿了, 一股充气感扑面而来。 它的侧面罩虽然比梁高挺精致, 但不太自然总给人感觉整过似的。 额头的吐气不用多说, 有填充过度的及时感。 相比之下, 豆的儿在餐厅里的颜值就比较扛大了。 餐厅内光线比较柔和昏暗, 没有那么亮堂的反光。 它看起来要更加清纯可爱一些, 没有那股老气。 面部充气感也不明显, 有了点颜值巅峰时期的味道。 对于豆的儿新发的美照, 网友们包贬不一。 喜欢它的粉丝认为豆的儿颜值重回巅峰了。 夸它漂亮,颜值太能打,被美运了。 而对豆的儿颜值不太感冒的网友则吐槽道, 这和美没有太大关系, 它的腮太大了,没回春。 还有很多网友质疑豆的儿整容了, 它是不是打太多针了, 脸颊有种鼓鼓囊囊的感觉。 脸还是面部甜充厚的馒头充气感, 比小柱和鼻尖也比较朝着整形模板发展的感觉。 脸有点肿的感觉,希望美女不要再整了。 也有网友认为豆的儿是因为经常喝酒导致面部浮肿, 我觉得是喝酒。 我身边有人天天喝酒,脸真的很浮肿, 状态也会变差。 虽然豆的儿的面部依旧有充气感, 但是对比她死前直播时面部发肿的状态要好太多了, 至于无法回到颜值巅峰。 这也是无可奈何, 时光不能倒流, 胶原蛋白会流失。 状态难免会变差, 还希望各位网友吐槽时口下留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